但仅仅仅仅是昏迷不幸 但如今已经快至少 说 郑忠把心 小妖回头 得意地冲防风被笑 她挑一挑眉 以示表扬 师父 我进步如此之大 没有什么奖励徒儿的吗 她向前两步 低眉顺眼地和她撒娇 她买通了枪炫给她请的师父 所以哥哥一手不知道防风被是她的师父 这防风被对西岩城了解的可太多了 好吃的好玩的 她想趁她走之前 好好地玩个痛快 防风被见她难得的乖巧柔顺 接过她手中的弓 摆好 勾了勾手指给她 走 好脸 她蹦蹦跳跳地跟在她身后 不一会儿 二人便来到了一处地下暗宝中 地下身不见底 鬼魅飘动 小妖以为进了阎罗殿 抓着她的胳膊哀求道 防风被 我虽然经常和你顶嘴 你也不能手接 把我送给阎罗王啊 防风被看她没有正形的样子 从手中变换出两个面具 戴上 小妖乖乖地戴上 进去一看 里面净人头攒动 热闹得很 好 答 使劲答 豆兽场里 起哄叫喊的人吵闹不休 小妖站在高台 向下一瞧 那斗兽场里不是动物野兽 竟是幻化成人的妖族 她吓得往后一缩 防风背在她身后 一把托住她的肩膀 她抬头瞪她 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斗兽场 他们都是奴隶 打赢了才能活下来 防风被看着斗兽场里 正在撕打的奴隶 神情淡漠 一场撕打结束 众人纷纷散去 小妖低头望去 一个浑身是血 衣着破烂的奴隶 正蜷缩在角落里 她提起裙子 快步小跑下去 轻轻蹲下身子 伸出手轻抚她的后脑勺 安抚着她 别害怕 别害怕 她轻声细语地哄着她 她却仍然浑身哆嗦 小妖不解 起身向防风背求助 她俯下身子 在奴隶耳边 低语了几句 那奴隶忽然瞪大了眼睛 神情仿佛也有了活力 身体不再发抖 小妖兴奋地拉着她的胳膊 一个劲地问道 你和她说了什么 告诉我吗 求你了 我太好奇了 一手到酒肆喝了几中酒 她还在喋喋不休地 缠着防风被问 我就是告诉她 要不停地赢 不停地赢 才有可能会活下去 只要活下去 就有希望 小妖看她正儿八经的神情 脸色忽然变了一下 又迅速地压下去 没有让她发现 原来防风狼君也会安慰人 她难得有机会笑她 给她倒了一杯酒 我会的东西可多了 你想不想见识一下 她凑近她 声音低沉诱惑 小妖习惯了 她这副浪荡模样 一把推开她的脸 狠狠凝了她的脸颊一下 啊 她洋装痴痛 哀嚎一声 左摇右摆肩 把头枕在了她的肩膀上 郎君 你若是再不送我回去 我家那多疑的哥哥 可是要带着西岩大军来了 她揪住她额尖的一缕细发 扫了扫她的鼻尖 她见装罪这招没用 遗憾地起身 拍了拍衣袍 将她也扶起来 二人散步回王宫 路过护城河的一座小桥 桥上正在放烟火 小妖立马掉头向外 往桥上跑去 这会儿不怕你家哥哥了 防风被小声笑道 又紧跟上去 陪她欣赏烟花 哼 一道道美丽的弧线 窜上天际 在夜幕里 炸出霹里啪啦的 璀璨烟火 流光溢彩 好美 她转身对她笑 白皙的脸蛋 在烟火的照耀下 明艳娇媚 美眸艳艳 惹得周围欣赏烟花的人 都忍不住侧目看她 她看了眼桥上的小妖 没有上去 去旁边的小摊上 买了一块青纱 这是做什么 没等她反应过来 她便将青纱 裹在她的脖子上 又抽出薄薄的一层 将她的脸遮起来 只留下一双眼睛露在外面 让大家专心看烟花吧 为什么要遮起我的脸 憋死我了 随手就要扯开脸上的青纱 她抓住她的手 重新给她整理好 严肃地说 因为你比烟花美 这怪人防风被 夸人还拉着个脸 她不再闹腾 抬头看着天上各式各样的烟花 变幻无穷 有的如花朵般纷纷洒洒飘落下来 有的如蝴蝶般在天上起舞 天哪 你看 烟花还可以变换形状 她的眼里有万千的星光 她的眼里却只有她 烟花秀终于落幕 她依依不舍地往王宫里走去 明日几时我们再约 过几日我和那些女娘们相约比试 我的剑术定不能落于她们 她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 转过身子 边后退着走 边问道 明日不约了 她陡然停下 变了脸色 为何 我今夜便要走了 家中有事 防风被不看她的眼睛 低沉着应付 小妖将头上的青纱取下来 塞到她手里 佯装微笑着说 好吧 那再见了 防风郎君 说吧 转过身快步向王宫方向走去 没走几步 她呼得觉得胸闷气短 站也站不稳 这副样子 若是被侍卫看到了 怕又要让哥哥担心了 她扶着胸口 躲进了王宫城墙后的一棵大树下 眼泪怎么都止不住 树下 小妖犬缩成一团 莫发蜿蜒 不敢发出哭泣声 身子却不住地抽烟 她不想学建树了 不想吃喝玩乐 她只是想找个理由能看到她 哪怕她是假的 哪怕她是灯图浪子 只要能看到她的脸 她便心满意足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她狠狠地捶着自己的膝盖 喃喃自语 树叶踩碎的沙沙声传来 她抬起脸 看到防风被就站在自己面前 憋了几天的情绪 再也压抑不住 小妖呼地放开眼泪 肆意痛哭起来 防风被低头 扶着她的肩膀 轻声安慰道 你若是想学建树 我让伊应教你便是 你是大王鸡 谁敢笑话你 何苦哭成这样 她不接话 擦了擦眼泪 嘴角颤抖着问她 在 在斗兽场里 你和那奴隶说的 是奴隶特有的语言 对不对 她浑身哆嗦 眼泪怎么都止不住 见她不说话 她又追问道 你是防风家的二公子 怎么会奴隶的语言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求求你告诉我 我受够了 她几乎是声嘶力竭地 扯着她的衣襟 又去抓她的手臂 清冷安静的夜里 只剩下少女哀痛的哭泣 王鸡殿下 我实在不知你是被何人所伤 你告诉我 我定要替你报仇 她将眼底的心疼迅速抹过 试图让她冷静下来 小妖彻底崩溃 崩溃到发不出声音 她呆呆地望着星空 又擦了擦眼泪 接受了她不是香柳的事实 起身 这几日 烦捞防风狼君看到我的丑态了 请见谅 望狼君一路顺风 小妖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 转身离去 背影瘦弱而孤独 仿若这风一吹变散了 小妖 今日不练剑吗 枪炫看着无所事事的妹妹 好奇地问道 前几日她可是定时定点地去演舞场 自己拦都拦不住 不练了 不好玩 她百无聊赖 将手中的花摘了一朵又一朵 枪炫可怜美丽的花 一把拽起小妖 放过花吧 我看你又是无聊了 收拾行李 去哪啊 小妖放下手中的花 以为她要出征 五王 七王容不下我 我也没必要在西岩过这不安稳的日子 我要去中原 中原 我们住哪儿 中原第一大家族 赤水家族 她家的大公子 赤水风龙 可是个有趣的妙人 你定会喜欢的 她久居清水镇 对大荒内的一切都不熟悉 哥哥说去中原 定是有她的道理 反正她也无事可干 就听哥哥安排吧 周车劳顿 兄妹俩很快到了中原 小妖见到赤水风龙时 总是忍不住地笑 她和向柳 屠山景都是不一样的人 她似乎是个傻子 夜里 枪炫兄妹和赤水兄妹一起饮酒作乐 小妖最近学着琴棋书画 想着赤水兄妹也是高门望族 要不然就跳一曲舞给大家看 谁知赤水风龙却拦住了小妖 畅快地说道 小妖 我都看够了世家女子的武艺了 你在外多年 有没有学到什么有趣的技能 嗯 我会治毒药 各种各样的毒药 她答得天真无邪 却听得赤水兄妹目瞪口呆 好这些东西